今天我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对于我来参加花哨二这一趟疯狂的旅行 我是开心的 而且我是后知后觉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 现在我也能够理解这个疯狂的旅行 其实回头想一想 真的我觉得这趟旅行当中我做了很多 如果不参加这个节目 我远远都不会做的事情 每一站 每一个事情都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这个节目的很多 不可能让我变得可能了 整个旅行对我来讲是心中的 我已经打他 滋江团队荣誉汉妹倒堤 我会面对未知 然后面对恐惧 然后面对了 我以前觉得我不会接受的事情 然后面对了我害怕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我之前没有预期是这么疯狂的 我已经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 没过过这样的小集体的生活了 我以为我是会非常适应的 我以为你们觉得我会很开心的 我现在没有人觉得我今天会做到 我今天没有喜欢的 我今天会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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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伦敦的第一天刚出现纪律涣散的苗头时 大姐就制定了整个旅行的规矩 让人印象深刻 本期纪录片我们将带您一同回顾 花哨团疯狂旅程中的点点滴滴 年轻啊 快点 我觉得真的要开了会不能这么磨叽的要不然我们什么都看不了 七点半起床 给四十五分钟的洗漱时间 八点十五分吃饭 八点四十五分出发 比方说我明天要去马里玩 今天晚上这些总结工作必须都要做好 到了第二天 因为你浪费一个人的时间没有关系 有好多人在一起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安排好都浪费了 这个我觉得很可惜 大家听到我说了吗 还是晚了四十分钟 明天真的说好总局啊 是 听到 我说大姐就是控制团队管人 大家她有那个就是震慑力在 因为她讲的很有道理 大家也喜欢听她的 她说我们是来旅行的 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就是有了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觉得她是属于那种其实挺leader领导者的位置 就一个辈子怎么可以 这个给你们吧 可以吧 不是 我们自己想办法 不不不我不可以 你想办法 我们我们俩先来欧币了 不用不用不用 老大姐的身体还是可以 听大姐的 快 拿过去 必须 我觉得大姐的性格很爽快很爽朗 给我的感觉是很值得依靠的那个感觉 虽然旅行的过程中 导游的职务由两位年轻的弟弟妹妹担任 可大姐妈咪却因为拥有流利的英文口语 成为了旅行团里的翻译官 一直替两位正牌导游分担着 她觉得好像应该是在这里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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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入王队 我疯了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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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帮我开箱 我再去 对不起 我明白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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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DELTA Taxi Company 那没事 再见 她没有 她们跳大车 然后我们刚刚 我又一个打行吗 好 从第一个开始 你先告诉我 哈喽 哈喽 你是CCK Taxi Company 对 谢谢 谢谢 明天 10分钟 我们需要白色 明天 我们先试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 大家就可以回来 OK 该干嘛干嘛 然后就去 明天可以定上 我现在来帮她 现在不出来 有我在 你还有什么 巨像 对你很难 我根本不愿意当老大 我不知道里头我是最大的 我也希望有一个比我大的 我可以躲在后头 但是没有 我这个时候呢 我跟自己说 我要冲出去 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有个人比我大 我肯定就依靠他 我肯定就是躲在后头 我一点也不想当老大 但是那个场景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知道 我是老大 那可能 无形当中 我的责任性就要大一点 霸气外露的同时 更是贴心温柔 无论是饮食起居 还是心情状态 对于弟弟妹妹 都是照顾有加 要相互体谅 相互包容 当然个性是很重要 人的个性是非常重要 但在集体生活当中 这种包容就是 不是说不要有个性 就是 就是还是那句话 相互体谅 体谅是非常重要的 宁静 8点了 你想起来就起来 我很想吃点东西 可惜他们还没有下来 等他们下 还有几分钟说好 嗨 下来吃饭了 要不然就凉了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大妈级的人 我的才华是什么 我有耐心 我觉得我是有耐心的人 我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 联系酒店 下厨做饭 制定行程 约定规矩 作为大姐的妈咪 将一切都安排得 妥妥贴贴 情景有条 但面对花哨团 六个弟弟妹妹 有时候做大姐的 还是力不从心 这个事情干不下去的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我所有问出去的问题 可以说百分之一百都 基本上是得不到回应的 我特别沮丧 就你问出去的所有问题 都没有回应 有的时候会崩溃的 心里会有点委屈的 我跟许晴睡这个第一个房间 就这么定了 好吗 因为我这只是颜色的 但是有那么两次 他们趴在我耳朵里头都说 猫猫姐你做了很多 为我们很多 都不是你应该干的 你都干了 我们都很感谢你 我们都不想给你添麻烦 当时他们跟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痛 我挺感动的 一瞬间我就心很软 后来这么一说 所有的什么折纳的 没了 明天继续干 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 而且也还 我安排出来 大家还是很配合的 随着旅途的奔波 和相处的深入 花哨团每位成员的个性 也逐渐凸显 小棱角也难免发生碰撞 这一切大姐都看在眼里 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 直率的大姐第一次把问题 放在台面上 我们能够这样 我就是最高兴的 我想哭 但是我不哭 我不能在镜头面前哭出来 我特别高兴我们能够这样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对吗 我们只是性格有一点不一样 我是老大姐 我要做一个榜样 你知道吗 我不是要怎么样 我就希望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过完这个旅程 我看到你们这样 我特别开心 我特别开心 你知道吗 我特别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我特别开心 我希望我们都这样 知道吗 不不不不 所以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几天 都是这样 我也是 说完就完了 OK 肯定是这样的 OK的 肯定是这样的 绝对OK 主星骨的作用就是把大家牢牢的团结在一起 大姐做到了 随后最后一战迪拜 花哨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之努力着 分头体验 制定一个完美的旅行计划 呃 其实 对不起 杨阳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快了 从我拿到钥匙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在机场说我们会有一个重要的计划 说是 呃 等着要全部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办 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故作镇静 我昨天是一事无成的 我什么也没做成 我不敢乱逛 因为我对 我对路的概念是非常差的 我那时候一瞬间我就在想 我很希望我们七个人在一起 不管七个人这个十多天二十天 是曾经有高兴 不高兴 适合不适合都不重要 在一起大家互相有依靠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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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七个人就是浩浩荡荡 叽叽喳喳 有不和谐 有不开心 也有兴奋的时候 但是那一刻我觉得 曾经有过的那些不愉快都不重要了 我觉得其实在一起挺好的 就是相互有依靠 会克服心里的很多恐惧感 在异国套箱是很需要大家在一起相互依靠的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长处 每个人在合作的同时都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那个时候觉得这个team是很重要的 虽然旅程长达二十多天 但相信观众每一期都会被她爽朗的笑声所感染 没错 她就是花哨团里最洒脱的三姐宁静 不管是其心直口快的性格 还是随时罢工的作风 就连永远不重样的高跟鞋 都转作了观众的眼球 可这位玩得最嗨的三姐 一开始可不怎么喜欢这趟旅行 尽管对未知旅行忧心忡忡 三姐宁静还是如约加入到花哨团这个大家庭里 但她火辣的性格一开始却让大家头疼不已 没关系我可以完成今天 但明天别指着我就行了 静姐我觉得是酒店太冷了 要猪肉说特别暖和的地方 跟酒店冷不冷没有关系 是睡的时间不够 昨天两点钟睡六点钟就醒了 这样搞下去二十天怎么玩 我就刚开始我就觉得静姐是最头疼的 从我接机的时候发现了 就觉得人怎么没有了 她就在我旁边突然出现了 然后有情绪不是很好 在车上的时候一直有一点消极 就说怎么我们就是行李的问题 怎么怎么 我就想说完了完了 至少我不要参加 明天都被船我也不敢划 刚刚我就想跟你说 今天这种一会儿换这个衣服也不要 然后明天那会儿穿我也不要 我真的是一个特别讨厌旅行的人 而且我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头些天在英国的时候 我也唧唧歪歪的 我觉得各种的性格的那种流露 而且毫不掩饰的流露 然后我不喜欢合群也会流露 然后我合群的时候我也会流露 因为遇到集体活动总是先说不去 这位任性的三姐被网友贴上了 不去姐的标签 但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小伙伴们发现 不去姐说不去你可千万别相信 反正没有东西我是不会去的 我管她的呢 没有东西这个登山跟我就没有关系 静姐就是一个需要哄的人 我对她了解 她每天现在是早晨中午之前 三点之前她的状态都是不好的 但是三点之后 她整个人就会亢奋起来 就会变得特别彪悍 那个羊是King吗 羊羊 羊 都错了 虽然嘴上总是说不去 但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 三姐宁静最终都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特别是在攀登英格兰海拔最高的斯科菲尔峰时 一只体能较弱的她 成功一集 眼神登山领路人 惹来网友纷纷点赞 羊羊 她们都不想 不行我不能浪费我的体力 我不能笑 羊羊 Let's go 其实 好多东西以前我不愿意试 好多东西我以为是这样 以为是那样 实际上它不是那样的 这可能会对我以后会有一些帮助吧 像我这么轴的人 参加完这么一个花儿语少年 可能以后我就不轴了 然后会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可能也挺好的 脱掉了不去解的帽子 三姐宁静彻底爱上了这趟旅行 面对滑翔和跳伞这样的高空项目 恐高的静姐仍然接受了挑战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第一个飞来来来来来来 啊 丁姐加油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 真的对我的意义很大 我真正体会了旅行 而且喜欢了旅行 这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千万 我真的很讨厌旅行好吗 我讨厌这件事情 但是已经从土耳其的后半段开始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开始展现了 就是开始浮出水面 我呢 要给宁静小姐颁奖 颁的这个奖呢叫做最佳变形女 我觉得静姐跟我想的一样 就很好爽 然后很会调节气氛 有啥说啥 我觉得在一起很舒服 真的 我跟你讲 我第一天会说一句话 我后来觉得挺不得体的 你不是也哭鼻子吗 哎呀 真是发火的事 管什么你啊 你大响 过去就过去 不会心里面也不舒服 你不要多吃一点吗 你明天怎么行 他不会不想跟我们俩睡的 我们俩多好 他手好黏哦 讨厌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颁这个奖 通过短短的二十几天 还有人能够理解到你比较深层次的 我相信这里面肯定不止小爽一个人 肯定很多人 所以其实我是特别的开心 不管怎么样 我很开心 谢谢小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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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明天后天 我们大家彼此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了 然后突然一下觉得这个感情很 有一种夸张的词 叫珍贵的一种感情 一种珍贵的记忆 好 走了 过一天见了 嗯 过年 我跟静姐其实是最熟的 因为我们二三天都住在一起 我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她非常的直接 然后讲话 然后不管去哪 她永远都可以美美的 但她又感觉很男孩子性格 然后我觉得她是 我觉得最真的一个人 我的纪录片 花与少年远行记 由自然堂雪人七百精华冠名播出 在花与少年第二季的旅程中 从头到尾都和每一个成员 相处融洽的静博然 获得了网友双商超高的 评价 然而在旅行的最开始 静博然却被称作糊涂神 上演了现实版的人在窘途 不好意思 我在那个餐厅附近 丢了一件黑色的长外套 对 黑色的 里面有一支笔 谢谢 该点穿上 必须随时查一下我的东西 不然真的很容易丢成 一路好坎坷 首先是先从三亿亚到香港 误了香港到伦敦的航班 之后跟大部队晚到了一天的时间里 整个人搞得很狼狈 然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 静博然用自己的责任性和高智商 不但将一路的旅程安排得充实有趣 而且细致如微地照顾到了 每一个团圆的情形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 我们就一点点 谁要跟我下山 谁要跟我下山 现在我的意见是大家要我们上就一起上 下就一起下 对 每个人都可以 我们要决定很快 因为很快就会引导 走吧 上去吧 走吧 去吧 我紧紧有条 匆匆有条 比方在车上会告诉我们 明天几点几点 明天怎样怎样 说得清清楚楚 也不啰嗦 思路特别的清晰 我觉得小姐你就是 她在团队里面的是不是都大开心 她还有很多 其实后来很多笑话 然后搞笑 你哭着对我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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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把东北的文化带到了英国 哈哈哈哈哈哈 你哭着对我说 花哨团的旅行虽然充满着欢笑 但也不乏旅程的惊险 在迪拜体验冲沙项目的时候 前一秒还在体验着刺激冲沙的静波然 下一秒却突然遭遇了惊心意外 所乘坐的沙漠越野车 整个360度翻转埋在了沙子里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是我们在迪拜 在最后的一个环节 参与了一个比较疯狂 比较刺激的一个冲沙体验 结果就是在最后落地的那一刹那 从一个很高的一个山丘冲下来的时候 我的车翻了 车翻了导致整个车报废 轮胎都已经报了 但还好我没有只是受伤 其实是翻了 翻了 好 好 宝贝 我飞了 我飞了刚才 吓死我了 你死我的黑肉 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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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疯狂的旅程 离不开一次疯狂的拍摄 无论是艺人嘉宾 在屏幕前的喜怒哀乐 还是镜头后工作人员的日夜奔波 快乐也好 汗水也罢 疯狂之旅 让我们感受一国风光的同时 也彼此收获满满 旅程虽然结束 但感动仍在继续 下周晚十二点 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 为您独家讲述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热辣温馨的幕后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